拍戲就是會住好幾個月 然後就覺得我自己 越來越沒有辦法思考 我可能連很簡單的一場戲的台詞都記不起來 然後我回公司 我公司同事都說我怎麼面向長得越來越不像我 然後 我就知道 可是我沒有任何感覺 我有耶 我之前拍戲的時候住飯店 然後女生不是都會戴耳環嗎 然後我的那個房間很奇怪 我一入住的時候它就很香 裡面就是有女生香水味 或是洗完澡的味道 但是我沒有想太多 你知道我香香的也蠻好的 至少你衝好 我就很開心的入住 然後因為拍戲就是會住好幾個月 然後就覺得我自己 越來越沒有辦法思考 我可能連很簡單的一場戲的台詞都記不起來 然後我回公司 我公司同事都說我怎麼面向長得越來越不像我 然後 可是我沒有任何感覺 我真的沒有感覺 然後可能我就覺得我很累啊 每天就很累 因為拍戲很累的 然後他們就一直跟我說 你趕快去收金啊 什麼看拜拜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我好累我沒辦法 然後等到有一天 我一推開我的房間門 然後我就聽到地上有啪啪的一聲 然後我就本人反應就彎腰一剪才 是我的耳環 然後可是一剪小就覺得腕環不對耶 我的耳環耳針跟耳控是扣在一起 可是我耳朵沒有任何的傷口 可是它就是扣著了 不要那麼傷 扣著 很奇怪吧 然後我才意識到說 哇這件事好像真的很嚴重喔 然後公司那時候就有情人 幫我感覺一下發生什麼事 然後那個師傅就說 你房間是不是有兩個床 我就說欸對耶有兩個床 他說你是不是睡靠窗的那個床 我說欸對了睡靠窗的 他就說你真的神經很大條耶 他已經用任何方式提醒你 要你離開了 你為什麼都不走 他說因為那張床是他的床 所以我已經打擾他一個月 哇原來我跟他一起睡了一個月 太不敏感 對我太不敏感 後來後來就是時間 就有漸漸變好了 他們就越來越接受我的面向 就又回來了 也沒有啊他就跟我說 其實他沒有要傷害我 只是他覺得我打擾到他 打擾到床 對對然後他用了很多方式 希望我離開 但為什麼我都不理他 後來就是有換了房間之後 然後那個師傅一看到我就說 你去哪裡 我什麼都沒講喔 你去哪裡 然後我就說我去工作什麼 然後他就說欸你身上有很多東西 要清喔 我說那你可以幫我嗎 然後師傅就說 可是我沒有辦法幫你 然後他就只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叫我要回家 跟我的父親說 我回來了 然後請他們幫我公共 嗯 好呀 好吼 谢谢观看